哇 這個動作看起來也是很專業 是 而且有打過棒球的感覺 他還會打棒球 還會打籃球 哇 期待期待 對 下一位王品浩 他所提供的參考成績 高達了六號 超過六十米 我本來以為 曹佑你已經設下了一個 永遠不可能突破的紀錄了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沒什麼助跑耶 對 他如果有在練習然後助跑 我覺得有可能70喔 是 大驚嚇 而且王品浩也是這一次 最高的選手 他快要一百九十公分 他坐著很漂亮對不對 對啊 因為條隊也是很漂亮 他沒有感覺 一狼喔 所以他還沒有有權力 對 還沒有有權力 對 還沒有有權力 成績 65.53 哇 成績耶 真的飛太遠 飛太遠了 王品浩的成績 65米53 已經非常非常逼近 曹佑寧也成為了我目前 大會紀錄第二高的成績 只差曹佑寧不到五米 太驚人了 大家要知道 小曹是選手出身 品浩他只是用單純 可能自己的能力 或是過往的一些經驗 在做這個的投擲 我相信再給他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這個部分有機會喔 如果這一項有被打破 我覺得那個實在是 一定是會非常精彩 上隊的三對三籃球賽 上半場六分鐘 比賽即將開始 基本上一拿到就要開始進攻 沒錯 今天很寂寞 所以他要紅隊為力了 外線同學 對 進攻籃板 進攻籃板已經是兩波了 對 無非好人就錯了 打上去 卸進去 這場打字 沒錯 黃手 這個籃球也都是他的興趣 很常在打籃球 而且看到他的背後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看來 籃板 無比五 平手外線 王平浩 要投進來 放手 有力手啊 藍隊的進攻球權 王平浩又來 又中進 王平浩 簡直 不要看 其實徐欣揚出手還滿準的 剛剛可以吃你嘗試看一看 還沒 王平浩 太急了 這個球打板還進 還打板進 合分進去啊 王平浩 一開始我以為 你會主打禁區籃下 你有身高優勢 反而你是外線 非常厲害的經驗耶 其實 其實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是打裡面沒錯 但是 他們這個防守太硬了 然後我又很 很就是 碰撞不進去 所以我就把它拉出來打 然後利用我自己 可能 過人的那個優勢 或者是走來的 今天一整天的賽事呢 比了巴格 還有美式奪比球 以及最後的三對三鬥牛賽之後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就是單日MVP 這個獎盃會是屬於誰的呢 得獎的是 王平浩 王平浩 恭喜過人的平浩 對 恭喜過人的平浩 對 恭喜過人的平浩 來MVP 跳遠到底應該怎麼跳 全明星選手示範給你看 第一種破紀錄的跳法 第二種MVP帥氣的跳法 有 有成功喔 而且王平浩盡量的把腳往前伸 第三種超認真的跳法 無尊順勇加速 他保守比較保守 他選擇完全沒有踩到起刷板 就先拿分再說啦 對 他選不來啦 真的沒有看起來 怎麼那麼笨重啊 剛剛 沒有禮貌 無尊這次一定要有成績喔 因為藍隊現在都比較驚險 每一棒上來 除了賀群翔兩次都有成績之外 其實他都有一次是 沒有成績的狀況 無尊順勇加速 他保守比較保守 他選擇完全沒有踩到起刷板 就先拿分再說啦 對 他起不來啦 現在也嚇死你了 無尊不要看起來 怎麼那麼笨重啊 剛剛 沒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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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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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成績不是很好 我有提早 藍隊無尊第二次吃掉 成績 四 你 三 四 而且你們在測試的時候 也是下去說 再也起不來 才會笑死 好 現在王品浩是絕對 必須要成功 他成功的話 還有一絲絲的機會 對 而且他成功還要跳 超過606 有 有成功 有成功 而且王品浩盡量的 把腳往前伸 可是他的背後 他好像滑壘這不行的 對 就是打棒球滑壘這不行的 其實腳伸的同時 你屁股也要盡力的往前縮 對 腰要挺起來喔 結果他是像滑壘 背部著地 王品浩 第二次試跳 成績 五比五五 現在王品浩成為我們的大會紀錄 第三名 代表一批 得獎的是 王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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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得獎感言 這是你第二次 MVP囉 第二次MVP囉 我今天拿到MVP 我自己給自己的心態就是 我想要為他去 去拚每一場比賽 因為他其實今天的 每一項項目對他來說 都是很有把握的 那他今天真的很可惜 謝謝我的隊友 恭喜王品浩 王品浩要登場了 是 打過棒球的 還記得大會紀錄 曹宥寧 是五十一名三八 加油 品浩 外野手的背景 加油 王品浩 第一次的投球 好可惜 努力 好可惜 勢力 第四史 品浩第二次投球 出球 好可惜 藍 IO 藍波曾經 4...1.07 超越了張婷胡 成為了大會第三高的紀錄 第一球沒有進 第二球投球 這一球 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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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了 保重就是再加油了 進球 先天進球 投進就破大會紀錄 破大會紀錄 在投籃大賽最後一球追平比分 他必須要投進一顆喔 不然的話就要輸囉 對 再投進一顆 其實還是夠的 最後的機會 打完勝 兩隊都比賽 我覺得我們大家的心態 都從每個那一球 開始有了一些改變 對 沒關係啦 這些都是 廠商會跑 比那好看的地方 到最後一刻 那個英雄小美哥 總覺得某些運 好像就是不站在我們這一邊 紅藍兩隊進入延長賽 讓王品浩迎來高光中的高光 接下來是王品浩 這時候是真的要 哇 看起來心要很好 王品浩只要投進 五分就贏了 沒有拋線啊 一球沒有進 第二球投進 投進了 太硬了 太硬了 失智 失智 以三球的嘗試 輕一點 這一球 投進 對 現在已經兩分了 在湖底的位置 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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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了 再一球就平手 不用緊 來到第三個定點位置 多一點 投進 平手了 太硬了 太硬了 就是 再加 加油 好無線 再加進球 好無線 再加進球 四分球 現在就是要來破紀錄的時刻 對不對 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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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進就破大會紀錄 現在就有機會 投進就破大會紀錄 破大會紀錄 太硬了 同性完美 還有幫助 藍隊拉下了 男子投完大賽的勝利 最後是八分 八分過了 張庭胡第一季創下的 七分的紀錄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就追蹤出了 背後卡扣 厲害了 抱歉了 我個人請你吃飯 我覺得這一集應該請我吃飯 對啊 好厲害 緊緊緊緊緊緊 一 預備 這樣的人呢 都是很年輕 好 果散 不好意思 應該挺好的 不好意思 對 王品浩不錯耶 也是王品浩都用跳的 他不是用挂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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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啊 有事啊 快 加油 喜恩像是品浩在跳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的確是跳得比較高 對 智空感也比較久 這個原因是跟姿勢有關嗎 有 跟他的回收腳有關係 因為他回收腳 不是用側拉的方式 而是用正拉的 所以他要 為了要正拉 所以他把高度踢得很高 嗯 那其實剛剛安安 雖然是略輸於品浩一些 但看起來安安的姿勢如何 安安的姿勢其實還不錯 他只是輸在他起跑第一個 他可能沒有辦法克服那個心理 然後所以他後面 才慢慢的有點追上去 是 成績紅隊 九秒三七 一 五 籃隊 八秒七 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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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八秒七 八 王品浩的成績是 八秒七 已經追平了 大會第三高 潘英軍輪啊 一模一樣 八秒七 八的紀錄 好 藍隊的王品浩 來了 準備出發吧 過人的品浩 王品浩前面六次啊 通通都跳成功 對 品浩 吻下自己的心 一百千 好 成功 一百千 成功 太好了 品浩 好棒喔 場邊啊 原來大家都在替他打氣 好 三個 很厲害 很厲害 好 尼服 小辰 米浩 小辰 小辰 鎮 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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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月可能說說長不算短 說短不算短 但是在這四個月我可以說 是我從以前到現在最開心 然後最享受的生活 謝謝你們的陪伴 然後我覺得這部分重點 現在剛開始 希望大家可以越來越棒越好 去往自己路邊接近 感謝